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是社区或社群剧场 主要的意念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演出 可以做戏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很多潜盟 是透过不同有创意的方法去表达自己 而戏剧是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有系统的方法 社区剧场是协助一个社区或社群去发声的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也是很自由的 因为民众戏剧或社区剧场 其实就是面向一些不同的朋友 因为每一个社区或社群都有他的戏剧的潜能 在形式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些体验式 有一个剧场的游戏 开始的工作方 长的可能持续十多个小时 甚至几十个小时的一些训练 短的一些两三个小时的体验式 都会去做 当然对象是似乎社会的需求 我们会有时专门去学校或社区的设计 很多时候我们设计的一些工作方 或者活动都是有很强的互动即兴的成分 从中其实他们可以达到很多不同的目标 比如年轻人他的个人成长 而教育方面我们都相信 戏剧这些活动式和有艺术性的教学 是很适合有不同的学习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 比如在表达、聆听、互动等各方面的活动 这个一人一故事剧场就是说 一些观众在一个剧场的空间里面 是讲一些真实的故事 然后受过训练的演员 受过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员 就是去即兴地演绎出来 就是每一个参加的观众 讲完自己的真实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加进一步去展望一下 将来可以是怎样的 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有很多不同国际的网络 使我们随时将世界发展最新的社区艺术和剧场 带来香港 同样我们都希望将在香港发生和发展的东西带去外国 讲下最近的两次 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就去了尼泊尔 而今年就刚刚去了荷兰的陆特丹 都将好戏两个多年在社区聆听故事 组合而成的演出叫做女儿红 带来荷兰做公演 得到回响都很好 拜拜